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10日 星期一 這節繼續跟大家講國情新聞 事源昨天就是母親節 這個 就是母親節有小說出現 這個小說就是來自央視 央視播放習近平 講習近平 與母親 的約定 播放的節目就是講習近平 跟他的母親 他的母親叫做齊心 整件事到底就是繼續幫習近平 度金 繼續幫習近平做神 還是其實 就是在 寫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奇聞共賞 根本就是 表面上就是捧習近平 實際上 就是在玩他 所以這節就是奇聞共賞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中國大陸 央視到底可以作出多少小說 詳細在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6部曲 記得繼續在節目按like 就是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我們現在是雙頻道廣播 繼續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這個Google 戶口就是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以及努力點欣賞廣告 繼續點擊廣告 有空就打開這個節目清單 讓他自己播放 就是無限loop大發 有空 可能聽完節目就走過去 就可以幫忙點擊廣告 希望大家努力點 兩個頻道也幫我們 繼續跟大家講這個報導 因應這個5月 就是母親節 中國的官媒 央視 就在5月8日的晚上 針對著這個國家主席習近平 跟他的媽媽齊心 進行這個特別報導 大力介紹齊心的生平經歷 以及評價 整個節目就是著重著這個習主席 跟這個 齊心 兩個人之間的互動 說齊心就是重視這個延傳 重新教 教知識 欲品德 說為這個習近平 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聽到這裏 也發現這個絕對是奇聞共賞 甚至乎 就好像在潤著習近平一樣 央視在8日的時候報導就說 在1939年 當時齊心 就是15歲 39年還沒見過 因為當時就是共產主義革命 就是用暴力 以及武裝 就是去顛覆當時的國家政權 報道就說齊心當時就在抗日風火 參加這個革命 明明是抗戰期間 為甚麼又參加革命呢 到底你打日本人 還是要推翻政府呢 所以再說一次 其實日本侵華造就了中共崛起 也說齊心就在193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齊心就在193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齊心就在抗日 軍政大學的革命熔爐裏面 就是鍛鍊成長 向習近平樹立了共產主義的理想 自此就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很想知道他有沒有 腳踏七色彩雲呢 然後習近平 出生的時候 有沒有風雨交加 然後走雷閃電呢 難道你真的當他是雷神 輪到習近平了 講完齊心 輪到習近平繼續幫他作文 也是15歲 習近平在1969年 一月下鄉 來到這個 閃北梁家河 成為一個知青 在這裏度過了七年的歲月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當時 那些知識青年就是要 被發配去上山下鄉 因為當時正值這個文化大革命 叫了一大堆 讀了書 有些學識的人就拜託你 就回去農村 就是耕田 所以習近平就是因為 在家裡的情況 所以就被迫 就要上山下鄉 習也曾經在文章裏面 15歲就來到這個黃土地 當時我迷惘 當時我彷徨 這幾句 不知為甚麼好像熟口熟臉 好像早前也有人說我迷惘 我誤判 然後就說22歲離開這個黃土地 我已經有著 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 為甚麼好像補習社廣告那樣 為甚麼習近平要這樣寫 因為習近平如果不是這樣寫 當時如果不是這樣寫 一定會遭受這個批鬥 實際上就是被迫 7年去了農村 大家想像一下 假如自己就是住慣城市 現在不是丟你去郊區 郊區跟農村還是有很大的分別 現在就是要你去農村 就是耕田 對於很多人來說 絕對是一件非常受苦的事 繼續奇聞共賞 陪著習近平度過 在閃北的這七年 就是齊心逢濟的針線包 好像岳飛跟他媽媽一樣 習近平老母就幫他瘦了梁的心 整件事越來越像岳飛 在他背上寫這個精宗報國 然後就說這個母子連心 對黨對國家 對人民毫無保留 披肝力膽的赤子之心 真的很可怕 中共就是這樣 將 要維護政權的東西 每一樣東西 將字典裏面所有好的字眼 全部 就被他納青光 所以如果你為了要避開中共說的話 那就麻煩了 只是我今天 跟大家奇聞共賞完 你有大量的中文也不能用 所以千萬不要做這些愚蠢的事 我們要的 是打倒敵人的方法 整篇文章就說 這個 齊心和習近平就是注重家庭教育 就是整個成長過程 最終習近平就走上領導的崗位 齊心就寫信給他 告解他 高處不聲寒 祝負他就是要從嚴要求自己 清清白白地做人 乾乾淨淨 坦坦蕩蕩地做官 這是習近平沒有指的約定 我真的聽來聽去 覺得整篇 報導和文章 充滿著有骨 充滿著反鳳的意味 繼續就是中國奇俠的時間 抗日神劇 這次的主角就變成了齊心 說齊心在中共的中央黨校工作的時候 單位來家裏就相當之遠 單位不是家裏的單位 單位是說 中共的組織單位 說他跟家人 就是聚合的時間少 因為就掛著工作 但是齊心從來都沒有考慮 就是掛著陪他的兒子 反而就是專心 就是工作 一心就是要服從組織的安排 不能夠擔誤這個工作 甚至乎就是孩子患了重病 他也沒有請過假 整件事就是在做神 這次就是要做雷鋒 不過這次做的是齊心 整篇文章就是 想 幫習近平和他媽媽齊心 度金 但實際上 認真一點看看 裡面就好像有別的味道 會聽的人也會覺得整篇文章 就好像小說的內容一樣 引來這個網民嘩然 這樣的小說你也敢寫出來 到底其實你現在央視是有心 要捧習近平 還是有心其實要玩習近平 我看其實就像在玩習近平 多一點 大大隻字 說習近平就是坦蕩蕩做官 這個真的是 這個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話 這個不失為就是母親節 茶餘飯後的一個笑話話題 我們今節的奇聞共賞 要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認為 其實 想鬥倒習近平的力量多的事 其實這些表面上讚他的東西 很可能就是背後藏著把刀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 後來